一樣,VBA部分呢,那以前呢,當然可能就是 VBA對大家來說真的是難 OK,因為叫你要自己寫,說真的 應該很難有同學自己可以寫,其實也不難,反正就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2列到第10列 然後中間裡面加一個什麼?加一個邏輯判斷,if Title the left,他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前兩個字 如果是苗栗,然後中間加一個偶 或前面兩個字是宜蘭的話 然後呢,我就把它的B蘭 加起來 加總的結果最後輸出到這裡 OK,其實如果程式這樣順的話,一定是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2列到第10列 Enter兩下,帶一個Nex 然後呢,裡面就放一個邏輯,if 這個前面基本上有寫過啦 只是說你能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它寫出來 並且正確 這件事情當然不容易啦 不過以後如果你可以這樣做 至少以後你要寫複雜的東西就簡單了 比如說有些東西內建的函數沒有 那你就可以自己寫一下就OK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寫 以前一樣的狀況 以前不會寫,可能就等老師講 老師寫,寫完你就照抄照打 OK也可以啦 但問題是以後如果老師 上課沒講到的話怎麼辦 所以 我覺得 TrackGPT其實真的可以幫上忙 很簡單啦 敘述方法 就把問題打上去 所以我剛剛 就打了 我覺得 OK 就把上面的問題再複製 然後來修改 所以我把它複製貼 貼到底下之後呢 我就寫 請幫我寫一個VBA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我就看了一下 我這個Excel的需求,我就把它切過來 也許把它移到旁邊 大家看一下哪一欄是什麼 哪一欄是什麼 然後呢把那個問題 跟他講一下 我要的就是請幫我寫一個 找出A欄 虛數很簡單啦 你就是這樣很平步直序的 A欄是這個 有沒有 A欄地區就是這個地區 有沒有 欄位開頭是苗栗 或者是 宜蘭 這一個 OK 宜蘭 在資料 幫我找出來 並將那個 應該 其實我應該比較精確的是 並將同一列的B欄 同一列B欄 不過其實好像我講B欄 他就了解 B欄這個叫職工人數 做加總 不過他好像會自己切齒 然後並且將結果輸出到第2儲存格中 OK 寫完之後呢 你就按Enter 然後呢 我發現他就啪啪啪 他就開始在那邊 跳跳跳跳跳跳 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回答你了 那回答的答案來看一下 就在下面 其實因為我已經先送出去 所以他這個結果就跑出來 但我覺得沒有讓我失望 OK 那最後的話會有寫出這個程式 那其實啊 當然如果你看得懂你可以先看過 如果你看不懂沒關係 你只要Copy它就好了 然後你就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 這個 模組 這個里 我把它放在這下面好了 貼上 然後他的名稱 就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 我把這個放大一下 然後切過去就是從這邊 Video Basic切 然後呢 他這個程式的話呢 名稱當然英文英文的啦 不過其實你大概可以翻譯中文 他就是計算 Calculate Total 總數 impro意思 就是他這裡面的話計算員工總人數的意思喔 然後呢 當然呢 他程式裡面 寫的比較多啦 比如說包含他宣告了1234對不對 其實我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覺得這個程式 太多太隆倉 你都可以把它抵抵掉 絕對不會影響 先不要刪好 我們先亂亂看看結果一下 看看一下答案對不對 當然我現在 得盲測一下 我還不知道他到底寫什麼 但我只知道我貼上之後呢 我run我希望他可以輸出到D欄 所以我看他D欄對不對 沒錯 他這邊輸出到D RangeD2指的就是 那個這個儲存格 當然點Value加不加都不影響 你不加也是放這裡 加也是放這裡 然後就是他最後加總的一個變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執行結果 看是不是42 我看一下答案是42的 如果run的時候他可以把42結果丟到這邊 應該是沒錯啦 執行一下 412 沒錯 你看他完全沒 他只是聽我這樣口述 他就可以怎麼樣把程式寫出來了 所以其實我試過好像 基本上都OK沒有問題 那當然 可能一種狀況就是你的 藍數太多太複雜 可能他就 需要你在 漸進的 你不要一次就是講 問太多問題 你可以把問題拆解 先達到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再達到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你不要一次 問了一大堆 他根本完全不知道 頭尾關聯性怎麼樣 那這樣子寫出來程式 就比較容易出錯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先自己把那個問題 分成好幾個小問題 然後再逐一去問他 這樣的成功機率 一定會比較高 OK 所以我是覺得你看以前 你不會寫真的你要找誰 找誰問 你Google到了答案 哇那真的是 你完全 Google的程式 每個都寫的不一樣 而且絕對不會有你要的東西 但是Track GPT是完全符合 他有點像量身訂做 哇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蠻厲害的這一點 尤其在那個VBA程式 這部分 真的沒有讓人家失望 但是 寫出來的東西 跟我寫的 其實不太一樣 那當然我 一樣啦 寫出來的程式 我自己習慣這樣 OK可以弄之後 第二個的話呢 我會希望把這個程式做精簡 哪些精簡 因為程式太多 畢竟 看起來就覺得很煩躁 感覺 這詞怎麼寫這麼多 感覺好難喔 所以我的習慣是 先把那個什麼 剛剛講過 這個一定可以移掉 絕對沒問題 OK 你說老師為什麼他要寫 他要寫就給他寫 不然怎麼辦 你不懂得 對不然你跟他 後面付諸一下 不需要宣告變數 對 會不會Track GPT就知道 不要宣告變數 他就自己行就不出現 不過也沒差啦 反正你把它Delete掉就好了 OK 所以呢你就把它Delete掉 好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是抓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就是10啦 當然如果你不寫沒關係 你就自己打個10也沒關係啊 如果你打個10 這個這一行就可以拿掉了 有沒有這一行取得最後捏捏這個 這樣就省掉 當然如果你要向下追蹤的話 你是可以 直接就是加那個 向下 他是向上追蹤啦 如果假設啦 你就是 不要追蹤 就是說 你要自己 看 位置的話 那那一行就不要 不過他的寫法跟我習慣寫法有點不太一樣 他是先把 這個範圍變成一個物件 然後再去 把這個物件呢 每一個做解析 不過也沒有錯啦 OK 然後我們底下 他會再新增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名稱 因為他 他叫Total Employees OK 那這個什麼呢 Total Employees就是所有員工的意思 所有員工 預設值等於0 那跟各位講了有時候他取的那個名稱真的是很種傷 所以因為他這個可能是 那個 他的母語啦 有沒有就是 Charge VT的母語 所以他會覺得 那如果你不習慣你打中文也可以啦 上面打中文下面打中文 或者說 還有一個啦 像我的習慣我乾脆 不要Total Employees這麼長一串 有的時候我可以把它打短一點 比如說我可以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 打一個T T也可以 或者Total也可以 這個地方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你要改的話 因為底下有很多個地方用到 那我有一個方法 就是 用取代的方法 有沒有把這個 如果你要把它縮短的話 那你是可以用取代的 那取代你會發現你先選取他 然後編輯取代 那取代呢有時候可以 計快速鍵叫Ctrl H 是不是Ctrl H 還是Ctrl R 我有點忘了看 這邊Ctrl H 對 Ctrl H 沒錯 跟Excel 或者Wall都一樣 然後呢你要取代什麼名稱 比如說我不要這麼長 我只要簡單的 一個T好了 小寫T好了 或者是TO也可以啦 TO好像這個名稱上面 Range用到 所以你不要用 我們用那個Total好了 來縮短一下 比如說你說Total Employees太長 那你改成Total 然後按全部取代 他就會幫你把什麼 底下的 所有的那個變數縮短了 OK這樣看起來應該 比較清爽一點 然後呢 底下這個叫Foreach Foreach什麼意思 就是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 儲存格怎麼樣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他是把上面這一個範圍 A2到A10有沒有 租一個 一個的把它抓出來 所以呢 這個Sale其實也是自己取的名稱 你不要叫Sale 你叫C也可以啦 OK 然後 他就會組一個 所以他會先抓第一個叫A A2嘛 然後把這個A2呢 先放在這個Sale Sale裡面 就是裡面會放苗栗線 苗栗4 就放在這裡 OK然後抓到了 先抓第一個 然後呢 他就去判斷說 他的前面是不是 什麼呢 前面是苗栗這兩個字 那他怎麼知道是不是剪兩個字 用Labs有沒有看到 然後抓到這個Sale裡面的Value 所以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如果要精簡的話 這個點Value其實是可以不要的 在VBA裡面喔 你看到很多點Value都可以刪掉 然後 再來的話幾個字 其實我們知道應該是兩個字啦 所以他這邊是 蠻 自己幫你算 LEN苗栗 你苗栗本來看就知道兩個字 你幹嘛要LEN兩個字 這有點多詞一句 所以你剛才把它改的2就好了 那意思是說 先抓苗栗的前兩個字 是不是苗栗 你兩邊match 或者是 或的話就這個 或者是 Sale 點Value如果你想要拿掉 你可以拿掉 這邊的話 LEN 也可以把它 OK 然後改成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呢 就把Total的結果 累加 累加的話特別注意喔 就是Total 等於Total自己本身 加上 那個呢 什麼的 加上 那個 他的那個什麼呢 隔壁的 有沒有 B欄喔 的那個資料 那應該累加並不是自己 所以如果你假設 從Total 這個 儲存格本身 是Sale對不對 Sale目前假設是A2的話 那我要累加的是隔壁這個啊 所以呢要怎麼樣指向隔壁那個的話 他有個用法 叫 Offset Offset 偏移的意思 那偏移的話就是說 我要 取得的資料 是在目前指向的這個儲存格的哪裡呢 同一列 同一列的話特別說Offset的後面刮弧喔 必須要給 兩個 值一個值是 哪一列 那個列的話如果同一列就0 如果往下一列就1 往下兩列就2 那如果往上的話就負啦 所以如果你看到0的話指的就同一列 OK 那 逗點後面第二個值的話就是藍 如果是0的話就是同一藍 如果是 右邊的話 右邊一藍 那就是1 兩藍就2啦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然後如果你要左邊的話就是負的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抓 指定儲存格的 上下左右 就用這個方式 來取資料 OK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理解吧 所以 所以 這邊難的我覺得最難應該是Offset 如果Offset 蠻好用的啦 以後就是說 你指向哪個範圍的偏移過去的哪個 OK 那不過啦 這種寫法沒問題 但是我不太 我自己 如果我自己寫 我不太會這樣寫 坦白講 每個人寫法習慣不一樣 但是他這個寫法是可以把它學起來的啦 OK 好那最後的話呢 就結束 如果是就得加 不是就跳過了 所以這邊 有點像一個閘門 是苗栗的 就加 不是 像新北 新北 不是就 就等於從這邊直接跳到這邊 然後就下一個 另外的話 NAS sale這個 其實這個Sale可以delete掉了 一般NAS後面 的資料是可以不要的沒關係 然後最後的話他就幫我從 2到10 全部跑過一輪 然後判斷頭是不是苗栗或者是宜蘭 所以他就把這幾個啦有沒有看到這幾個的這邊的 offset的這邊的 全部加在一起 然後把 資料呢就放在Total裡面了 那最後需要把 結果輸出到這邊嘛 所以呢 最後再把Total這個裡面的42 再丟到Range第2裡面 不過一樣 這個點Value 其實也是可以delete掉 OK 所以啊 如果假設你要精簡的話 其實就可以類似精簡成這樣 然後把這個delete掉 我們來run一下應該精簡過後的版本 應該也OK吧 試一下 對 結果OK 當然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就是如果以後你覺得說老師這個 城市有點跑太快了 我這樣一跑就OK了 但是我覺得細節我沒辦法看到的話 我想看細節的話 那其實你不要按這個 你可以按偵措裡面的慢慢跑 這個就是有點像高鐵 那如果你要做 這個區間車的話 請你按一下 主行 所謂的主行就是 他每一行就給你停一下 那如果你要在下一行就按 旁邊有個F8 或者你按主行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記那個F8 就這樣F8 有沒有 他就一行一行跑 那你可以看一下喔 那你只要把油標放在某個變數裡面 他就會告訴你這個變數裡面目前放什麼 ForH 然後你看喔這個這個就會跟你講 Sale裡面放這個東西 然後這一行執行完之後 如果你要看這個裡面的東西 執行結果 你也可以 把這個 這個 邏輯選起來 油標移上去 他還會出現 Trupleple 好像現在沒有出現 有的時候會出現也不會出現 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除錯 我覺得會比較可以看到一些細節 有沒有 累加起來 所以他把理論上把4 加上 就是這個 把這個4 原來是0 0加上4 那最後把它存在Truple 所以Truple目前是4 那一之類推 最後把結果輸出 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一樣我會把那個 剛剛這一段吧 這一段我一樣把它摳到那個 就是雲端上面好了 這邊的話在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 這邊有個 VBA層4 我先貼到這邊 這個是ChargeVity寫的 你們自己試著 參考改改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看見 剛才你會記得 有意思的 的話 有意思是 這邊有些東西 我們可以做嗎 所以